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装修真人show 今集是第六集 会集中讲我们拆火炉的情况 以及拆厕所、换厕所的情况又是怎样 上一集第五集,经已在patreon里面发布了 主要是讲我们动工第一日的环境 换抽油烟机气候的情况 以及一些装拆的工程 在这里想补充第五集讲的 抽油烟机气候改位的费用是多少 我的builder在这个项目收了250磅 是人工费而已,材料是零计的 另外大家看到在门口一开始就放了skip 用来放建筑废料、垃圾的东西 我这个算是中型的size 因为我见过再大的一些有,小的一些都有 那个费用是350磅 这个项目builder是包了我的 它没有另外再收费的 即是它将成本融入了在各个不同的装修项目里面 这样计算 对了,补充资料给大家 正式开始讲我们今集第六集的装修真人show 好了,昨天就是第一集正式动工 今天就是第二集了 多了很多废弃的建材 证明拆了很多东西 拆了什么呢?先进去看看 一直最困扰我们的火炉 现在在拆了 拆了一半左右 这些很难切碎,可以看得到 即是它拆了,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那个间隔墙是砌的 然后那个火炉顶就是concrete 通上去就是那个烟通了 那很快手拆了一半 这个小小的间隔墙 里面就是一个烟通来的 可能我们晚点再回来 都会看到它整个烟烂了 然后就见到一个打通了的客饭厅了 都会有十多盏射灯的 好,今天还将我们家屋的窗帘全部拆走了 现在就用这些布挡一挡 因为窗帘都蛮漂亮的 我们会继续 还有拆出来这堆砖 这些是比较完整的 其实可能用得到的 因为我们有两个位置都需要用砖的 第一就是正门 正门我们会退出门出外面 就拿入口的位置来用 这样就会做一个新的墙 又上来看看浴室 见到再拆多了一些东西 把烟烟烟的喉管都拆走了 洗手盘的去水喉管都拆走了 连带见到这个墙都拆穿了 旁边就是厕所 这个间隔墙也挺厚的 目测也有三寸 起码也有三寸 起码也有三寸 挺确实 开始搅拆了厕所这边 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厕所原生的地板 摸上去就有胶的 就是这个模型 我认为挺便宜的 用胶地板 在厕所这些就不是那么漂亮的 但是更加惊客就是 原来撕开了之后 是纸来的 看到了 是纸皮 纸皮面有一层很薄很薄的胶 我不会叫它做胶地板 应该是纸地板 想不到的 在厕所浴室这些会濕的位置 用这一种纸地板 难以想象 当然我们会转回地砖 今早也介绍了一点点 现在的马桶就脱出来了 后面拆烂了 原本右边这个柱位 大家都猜猜一下 师傅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现在肯定是这个污水后 这个结构是遮臭的 都是木板 所以我们重造它 可以偷些位置 偷些位置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现在买的 这个牌子的Smart Toilet 藏进去 将一块板箱 在这里 这个就是水箱的位置 然后 铺砖 盖住它 然后就将马桶 黏上去 下面这里 对 那 这个孔子的位置 会加上 那个 冲刺的两个按针 一个大按针 一个小按针 整个厕所 便会简洁舒服一点 因为这个厕所的空间也很窄 尽量偷位 感觉就没有那么压迫 另外又拍下 后面的墙身给大家看 这真的很少见 这个灰色 这些位置就是这间屋的外墙 原本的样子 应该砌出来就是这样的 应该 下面就是这些喉管 热水冻水那些 接下来厕所这边 天地墙全部都会整理 电制会改到外面 另外会加个小小的洗手盆 还有都会加小小的暖板 花在浴室和厕所的 的资源 是最多的可以说 在我们今次的装修 的project里面 装修师傅就说了 第一步他会 搞了浴室和厕所 把东西拆得尽量 拆走 然后就一步步砌 我们装修project day 2 的情况 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知道今天介绍的两个项目 包括拆火炉和重建整个厕所 所牵涉的费用是多少 就可以去回我们的patreon 会员频道 看回装修真人秀 第六集的完整版本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觉得里面的资讯帮到大家了 另外 Patreon 会员 当然会有一些 我们其他独家影片 或者优先播放的影片 有两种会籍 第一种就是叫做 感知系学鸡会籍 基本上涵盖了 大部分我们这些独家影片 如果大家都想看完我们的 想学数学妈 教学影片 就可以申请我们的 怎样只是学鸡会籍 基本上所有patreon的内容 你都看到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特别一直看我们的影片 也看得开心 或者觉得我们学鸡频道 讲的内容很有帮助 我希望你会申请任何一种会籍 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两种会籍的费用分别是每个月5元美金 和10元美金 如果想申请入会 大家可以去这个连结 即时在网上完成入会手续 或者看我们这段影片的影片描述部分 都有申请入会的连结 现在patreon里面已经有一些影片 等着大家去欣赏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行动 申请加入成为我们的patreon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